自琼瑶巨丫环金索一角成名算起 37岁的范冰冰闯当娱乐圈已超过20年 影视角色上、风产上、广告上、杂志封面上 所有的亮相都说明她早已从一个职业演员 蜕变为一些明星身份的变化是其影响力以具有变现能力 成为资本市场相关股票K线图跳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 6月4日,唐德影视在00426一接近跌停下开盘 交易一小时后,接浮已超过8% 就在6月3日,国税总局发生 要求彻查影视工作人员设税问题 当国所择其与范冰冰被接签、阴阳合同 事先投税入税 此时的范冰冰正是唐德影视前十大股东 以明星身份刷屏娱乐圈的同时 也以其明星身价俯成资本市场 其间的数次亮相 亦是演艺界与资本不断发生交换的一个缩影 曾是华一姐 左师华一兄弟上市造福列车资金所一角成名后 范冰冰转头金牌经济人王金花 其主角戏越来越密集 2001年1月12日 北京华一兄弟太和影视投资有限公司 与王金花共同成立 为京华一兄弟太和文化经济有限公司 也正是此时不到20岁的范冰冰加入华裔 正式成为其签约艺人 其后范冰冰终于凭借手机 心中有鬼带银评的方译彩 得到百花奖 彩花金马奖加持 成为当时国内最炙手可热的一些明星 此时华一兄弟已是朝气勃勃 寓意壮大 并在2014年正式成立 这家华一兄弟已是文化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正式如今国内影视娱乐第一股 创业版上市公司华一兄弟30027的前身 双方可为彼此成就 2009年10月 华一兄弟终于成功登上创业版 其次人员股东中出现了一笔明星与明导 逐章记中冯小哥 丽冰冰 人政权及人权 张汉宇 胡可等 彼时媒体的报道 充满着明星与叶富豪的故事 不过这些故事中 并不见范冰冰的身影 原来就在华一兄弟上市前夕 范冰冰与这家公司之间的合约 于2007年1月31日到期 范冰冰与当时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 他说 这一天值1月31日 范冰冰在三亚拍广告 最后一天仍在为华裔工作 他称范冰冰非常努力 大家一铁碧爱童目形容他的工作状态如何拼命 不过他长得过于漂亮 反而不容易被导演看上 查看当时范冰冰处境印象 与电视或搭萤幕相比 他更多的是一个种广告代言的人身份使人 漂亮成为社会评价他的最大价值 显然范冰冰并不满足于此 他称未来的五年对他来说非常关键 得好好规划 王中磊称 于是这位女性选择自立门户 于2007年成立范冰冰工作室 在后来的众多大小事件中 范冰冰的一些声音接通过这个出口 不过把电工商资料看不见 这个工作室名称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核查 这个工作室所在的公司在体 因为北京美套中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记者通过微博向范冰冰工作室宣传总监黄紫英求证 截至发稿时并未收到回复 这家公司注册成立时间为2008年6月25日 工商资料信誓 范冰冰 亲母张传美 张传美与范涛范冰冰父亲创办的北京美涛 嘉义影视文化传播 有限责任公司为其股东 不足300万入股堂的影视4.35亿元现金收购案 明洞一时 颜值电视剧《雪》 这是范冰冰成立工作室以后推出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 也是范冰冰首次担任出品人的作品 其角色意改往日第三者形象 美丽又善良 这部电视剧的另一个出品人 则是唐的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和第一大股东则是吴洪亮 洪亮在创业之前 亦是资深制片人 曾在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电影和该部担任领导之职 双方的合作始于2007年 7年之后 吴洪亮在中国资本市场争得一席之地 成为创业把唐的影视的实际控制人 而范冰冰的工作室也办得相当红火 双方在演艺上合作的同时 于利益上开始结盟 并于2016年发生了一笔设资4.35亿元现金的交易案 查看唐的影视的找股说明书 2011年4月 唐的影视的全身 东阳唐的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增加注册资本398万元 募集资金1380万元 引入多位明星分资入股 除赵薇 张峰义等 这一次范冰冰也在其中 以每单元注册资本3.47元 然后新增注册资本85.6万元 总投资额297万元 获得128.99万股 出手这笔不足300万元的投资支持 范冰冰是否已经得知唐的影视未来 有上市计划 不过凭借这笔原始股 她本人确实稳稳的坐上了上市造福列车 2014年12月31日 唐的影视顺利过会 几股票于2015年2月17日正式上市 上市公司后 总股本8000万股的唐的影视于2015年 2016年两次实施扩股计划 记者和查相关公告 2015年10月 唐德影视以美食股转分10股的方式 将总股本率变为1.6亿股 于2016年10月 则以美食股转分15股的方式 将总股本率变为4亿股 而范冰冰的128.99万股 也因此扩充为644.96万股 对照范冰冰持股数 与这只股票历年配限度 范冰冰的持股市值也在大幅波动 于2015年5月27日 在股价走上201.96元高峰时 市值达到2.6亿元 6月4日 这只股票已跌停价14.85元收盘 以为历史低价 目前范冰冰持股市值为9577.7万元 三年解禁期 已于今年2月到期 范冰冰已能通过各种方式将这些市值变现 截至一季爆末 这批股票并没有发生变化 范冰冰的影视为范冰冰带来持股市值飞升之时 范冰冰亦为范冰的影视带来众多光芒与利润 据照股说明书披露 2011年超过75%的艺人经济业务收入由范冰冰带来 2012年 这一数值超过40% 2013年这一数值超过71% 2014年 2014年至2015年播出的《五妹娘传奇》在2014年为唐的影视带来2.68亿元收入 占这家公司收入并超过71% 2015年 进这部剧为这家公司带来1.9亿元收入 双方的利益关联于2016年3月以一份金额达4.35亿元的现金收购案 而表现的最为极致 2016年3月 唐的影视启动重大资产重足 你以现金4.35亿元收购无锡爱美神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于2015年7月30日注册成立 范冰冰在这家公司的身份 为法人代表 董事长 股东 这笔收购案发生之时 国内正先起一股上市公司 以资本绑定明星的热潮 同时明星以身家 与影响力 在资本市场为自己溢价 提前兑现未来收入 如2015年10月 华裔兄弟宣布以7.56亿元 收购这家东阳浩浩影视娱乐有限公司70%股权 这家公司的股东正是冯绍峰 赵凯 杜春 陈鹤 杨颖南狗baby 也有发冰冰的男友里程 2016年3月 暴风集团300431宣布以10.8亿元收购到草雄60%股权 后者则是吴奇龙的公司 不过发冰冰以吴锡埃美神证券化的想法并不实现 这笔交易于2016年6月宣布终止 在此之前 证监会已经否决了暴风集团收购案 市场中多意见表示 监管曾重塑暗示影视娱乐类资产的收购持谨慎态度 随后 唐德影视与范冰冰走了这样一条合作之路 双方范冰冰以吴锡埃美神为平台 共同分子吴锡唐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在股权后 范冰冰方面是股51% 截至目前 和查相关工商资料 范冰冰在五家公司任法人代表 是七家公司股东 并在四家公司任董事 执行董事或董事长之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